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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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不過滑一個一分鐘的手機 那你們看一下一分鐘 那你滑什麼手機 你怎麼會帶他去洗澡啊 我每天都... 就是很愛牽托 明明就是男人自己愛牽托 做不好的事情還牽托我們 對不對 我老公也是很愛牽托 你知道我兒子已經幾幾年了 對啦 阿健老師是這樣子的 做運動 這一點我可以做好人 像我老公他就說 兒子的才華像他 長得帥也像他 然後你就挑他 那一點點小缺點就都是像我 譬如說我兒子就是藝術家個性 他很隨性 他喜歡把東西弄得亂亂的 他看完的東西就喜歡放在那 他不准你收 因為那就是他想要放在那 然後他的書包裡面 也是你有時候把書包打開 什麼都有 各式各樣東西 他的書不會這樣放 他可能塞一堆紙在裡面 可是我真的有觀察過他 他不會忘記帶東西 他也不會露什麼 給我簽名或什麼 因為他有他的想法 他也都會乖乖地做 結果有一次 我老公就說他書包太亂 然後就幫他整理書包 他就說我兒子書包裡面的紙 一大堆都是什麼沒用的紙啊 什麼就把它全部都丟掉 哇塞 結果我兒子去學校 然後結果老師就寫了一個聯絡簿 紅色的字 老師就說 為什麼讓你們回來 健檢要眼睛去覆診的單子 都已經隔了一個禮拜 都還不教 我想說覆診的單子 我帶他去覆診啊 為什麼那個單子沒有叫 然後我就問他 然後我兒子說我不知道啊 我在書包裡早就是沒有啊 我也要拿給老師 可是我書包裡 就沒有那張紙啊 他就很生氣 因為被老師寫紅字 他也在哭 然後後來我就問我老公 我老公就說 誰知道他包裡那個是有用的 我就把它都丟掉啦 可是我兒子 不會把廢紙放在書包裡啊 他那個都是有用的紙啊 對啊 所以老公其實都會牽托說是我 我太寵他的個性 我其實沒看他自己假的 老婆牽托得罪婆婆 我揹黑鍋 其實看這面上 覺得他還滿MAN的 對不對 幫老婆扛黑鍋 我老婆喔 常常得罪婆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常常 常常啊 你是有多常 為什麼會常常 我們並沒有住在一起 跟婆婆並沒有住在一起 那還可以常常 那厲害就是說 沒有住在一起也能得罪 所以婆媳的問題 有不在於距離啦 對 何在於心理啦 不要去哪兒 因為每年那個廚戲呢 要全家團圓嘛 那家裡面三個小孩 可能我真的賺得比較多 所以就是我要負責訂餐廳 我要負責買單這樣 是 我也不可能去做這些雜事 就是我老婆訂這樣 那每年都固定訂那幾間中餐廳 那吃來吃去大概就那樣 都是桌菜那樣 我老婆呢 那一年呢 忽發奇想 她想說呢 為了整個家族著想 不要再吃那些老掉牙的中餐 吃膩了 應該換一點口味這樣 不錯 很貼心啊 那我就欣賺她 OK啊 那個車子開的方向越開 我就覺得越奇妙 因為我老婆跟我講的那個地址 我就覺得那邊沒有 印象中沒有那種 可以宴客的大餐廳 好 終於到餐廳門口停下來 OMG了 她給我訂一間什麼呢 類似那個 那種老人家 我媽媽七十五歲了 加上去吃炸雞 煮飄啦 牛排 加上吃漢堡 第一道菜 可樂 第一道菜就是薯條 鄉下人不曉得薯條 這個概念你知道嗎 說韓吉啦 他說 那 季韓吉喔 季韓吉 你光說那季韓吉 然後那個雞汁 洛西哥口味辣得要死 身材又沒熟 腰室滑了 牛排 我媽媽也嚼不爛 那怎麼辦呢 那整個氣氛有點凝結 我老婆集中生智喔 她就叫我背黑鍋 她就拍拍我說 我就跟你講 媽媽不適合吃這種 好聰明喔 那我一開始還不想在演哪一齣 我想說底圓有那麼奇怪 後來我知道她的用意啦 寧可讓兒子背媽媽怪 也不要讓行動 對... 她一直跟我講說 就跟你講不要訂別的餐廳 然後我拍到第三下 我才議會過來 才配合她 嘿嘿 對啊... 這個不好吃...這樣 那個第二天 媽媽真的是有點悲衝中了 悲衝中 打電話來 來跟我講 你媽... 妳怎麼給我吃進韓籍 我說韓籍... 韓籍也不錯啊 結果她說我勾起她的 童年的辛酸王室 那個年代 她常說她在進韓籍的時候 沒有 那個年代 大家那個貧窮都是35千 對... 她講說 還要餵豬的 她講說那個拉拔 三個小孩長大 可以過一點好日子 沒想到兒子回報她 是給她吃番薯籤 後來隔年呢 就是變成要加碼 請更豪華的中式餐廳 好像在辦婚宴一樣 對 不過這個雖然說是籤座 但是是很OK的對不對 因為老實說一樣的一件事情 媳婦座跟兒子座完全不一樣 媳婦床跟兒子床完全不一樣 對 可是我覺得如果是背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 我們是有肩膀 我們是也扛 沒關係 但有時候是完全是 任何無法理喻的事情 根本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你沒有肩膀 我以為是朋友 我還有頭髮耶 對啊 就之前像我們那個奶粉 都是祕密在買 後來後來都覺得 怎麼有點不太對 因為想說那個 罐子顏色是很像 但是裡面那個標籤的顏色不對 因為我們那個應該是黃色 怎麼那個是個綠色 結果仔細一看 我們應該買的奶粉 是一到兩歲的 結果它那個是同一個系列 但是兩到三歲 不太一樣的 然後所以我說 我後來就回想起來 難怪這兩三天 小朋友吃了以後 感覺有點那個 那個肚子比較拉稀的感覺 都是比較稀 都是用啪 就是那種的 我就想說不太對 那時候剛好就咪咪的手下來 我就跟她講說 咪咪咪 你這個買錯 然後那時候想說 為了要顧全你們女人的面子 還說沒關係 反正只吃三次 三四次而已 其實黃醫師也講過 其實那個東西都差不多 吃個兩三次還好 反正這個就先不要喝 我們等一下再去買就好 我只這樣講 我自己都扛下來了 她就 她說都是你 那個時候我在買奶粉的時候 剛好打給我 那個時候害我 手已經伸出去了 然後你在接你電話的時候 我就不可以拿到另外一罐 然後就買錯了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一直被罵 所以我就想說 搞清楚很奇怪的是 明明是你們買錯了 我也幫你扛說 沒關係 沒關係 為什麼還要更小燈 所以我就搞不懂 對啊 我就覺得說 不過這好像真的有一點 砍痛對不對 這個太誇張了 好像有一點點 這個太強了 那你怎麼碰到第二次第三次 你才發現 喂 沒看到 因為剛剛那個是反過來的 因為是同個系列的對不對 Stacy這個人 他就是在這個 他的事業上是 非常成功 做得非常成功 很棒 好多女性很崇拜他 對 這樣我都覺得他好棒 又漂亮 又聰明 是 能幹 但是在生活上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就是 會妄中 妄想 好會講 那他東西可能都不會物歸原位 現在他每天出門 連我兒子都學會了 他一出門 他那個 我兒子又一去跟他講說 媽媽 手機 相機 錢包 因為太長就是說 他突然什麼沒有帶 然後叫我們送到樓下還好 有的時候可能叫我們 直接送到會場去給他這樣子 那因為最近年底 那其實要錄影的錄影 要活動的活動 工作也很多 我想說好不容易可以睡晚一點 沒有 電話打來了 我那個WONDOWN 那個什麼WONDOWN沒有帶 你可不可以叫一個計程車 幫我送來這樣子 可是他沒有想到說 冬天最溫暖的是什麼 就是你的棉被 你要叫你自己起來 然後把棉被掀開 然後走出去 那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東西 對啊 棉被要縮起來 真的 是沒辦法 你還是要出門 然後我就趕快衣服外套一穿 然後也是碎眼心鬆 然後就下去 攔了一台計程車 但是因為很冷 然後又下雨 計程車不好攔 蕭瑟在風雨中 然後那個時候 你站在路邊 你就會感覺說 冷冷的冰雨 在我臉上胡亂地拍 眼前的舌拍 你在胡亂地拍 你的影子 如今在身邊徘徊 你就會覺得說 我好像劉德華 我也要我的日程 但是你又想過 你在被窩的時候 你老婆已經在辛苦賺錢了 是沒有錯 那我就 那難免心裡會有情緒 他答應說你到底送來了沒 送來了沒 我就送去 可是我說 老婆你以後就稍微注意一點 出門就稍微檢查一下 然後他就砍脫了說 要不是你最近工作嗎 我都說我在帶小孩 我會忘東忘西嗎 沒有 他 忘東忘西是一整年的事 不是這一個月份的事情 那你為什麼要砍脫呢 對不對 對 我講的這個 其實是滿嚴重的 放鳥家人還怪我 就是迷你 放鳥家人真的是不對了 對不對 怪我讓你太累 對啊 還要讓我怪我 說怪到我身邊 是不是 不是啦 不是 真的是很累 因為那是有一次就是 常常想說咪咪跟我媽媽 其實他們都還不錯 就有一次我媽就打電話說 你幫我約咪咪 有一天下午某某某天下午 我們一起去喝下午茶 在貴婦百貨那邊 然後剛好就去 然後我就跟咪咪講說 大概兩點多的時候 我說好 而且那一天你知道 身為人夫 因為咪咪你也知道 太常容易忘記事情 那天早上我還提醒 今天下午你要跟我媽 然後今天下午說OK... 那我這樣好了 我十一點就出門了 十一點就出門可以吧 反正去那邊逛逛 時間到載號那裡去 我說這樣好... 結果到三點半的時候 家裡就打了 我們今天有跟咪咪約 可是我們到現在 還沒看到她人 我說不會吧 十一點就出門了 現在已經三點半了 然後人就跑到哪裡去 我打電話去給她 她也是都不接 她們打電話也都不接 結果到四點的時候 叮叮叮叮 她打來了 她說什麼事 我說你不是跟我媽約嗎 你現在人在哪裡 為什麼他們都沒看到你 他們現在在那邊 你那邊乾坐了兩三個小時 你現在人到底在哪裡 她說我在那個 那個繡眉毛那裡 睫毛 睫毛那裡 種睫毛那裡 種到睡著了 結果沒想到就睡到 兩三點 三四點這樣去 我想那怎麼辦... 她說沒關係... 我打給你媽解釋清楚 我想說那反正 他們事情處理好就好 結果後來也趕去以後 換我媽打給我 一打以後就... 你在搞什麼東西 我說怎麼了... 為什麼讓咪咪那麼累 我說我有讓她很累嗎 她說你昨天晚上都沒讓她睡覺 十個光頭 炫耀了 不是 十個光頭九個七個萬 不是那種事情 光頭牆 十個光頭真的九個色 她就說什麼 昨天晚上航親 沒有啦 不是這樣 是因為那天晚上本來是 大女兒都跟我睡 然後她說因為那天 大女兒好像有點睡不太早 所以我就把大女兒去 放到她的房間跟她一起睡 所以她到晚上都睡不早 所以種睫毛說一種一種 就太累就睡著了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根本沒有這回事 明明那個大女兒還是跟我睡 但我想說就跟玉琳哥一樣 想說既然那個婆婆都這樣 要扛也是我們扛 結果後來發現 那不只是第一次 後來兩次 三次約去超市 約去逛五百貨公司 咪咪一樣遲到 但是只要一遲到以後呢 我媽絕對不是罵她 一定要打來說 Paul 你是不是又讓人家 晚上沒睡覺 你是不是又要幹嘛 你最近是不是又要吃鹿龍了 你把我講你湯啦 你湯假的真的 你讓我讓人家睡 都快要讓人家睡 她一直說 要讓人家睡 不要讓人家吵到 給你爸爸啦 對啊 就不要讓人家睡覺 我丫頭無緣 丫頭無緣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采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ah